你好各位观众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九月二十九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告诉您的重要消息 是明年一月即将上路的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卫生署今天拍板定案 除了银行存款利息之外 股票股利也要纳入计算 至于扣费的门槛 则从本来的两千元提高到五千元 如果以目前的定存利率来计算 一年定存三十六万元 会被扣掉大约一百元的补充保费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到底该怎么算 争议多时卫生署终于拍板定案 利息所得兼职所得股票股利等五项收入 每笔扣费下限由原本的两千块提高到五千块 等于民众一年定存超过三十六万 或者单笔股票股利五百股以上 才会被扣百分之二的补充保费一百块 那其中五千块以下的只有两个percent 那这两个percent大部分都是大家所知道的弱势的族群 事实上对这个弱势的照顾更好 而且更为公平 卫生署估计因为提高下限 补充保费收入大约会减少三十亿 但因为健保还有一百多亿的结余 加上经济不景气 健保的费率到底要不要涨 将提出三个方案交由行政院决定 不过对卫生署这样的说法 民间监督健保联盟认为还是很不公平 同样的五千块对于兼职所得的人 需要大量的兼职来维持家庭生计的人 他仍然是收到弱势族群的这个保费 都保盟表示补充保费的设计先天结构就不公平 不管下限调到多少都没用 就算暂时不调涨费率 短收的保费还是应该由政府编列预算来补足 否则健保一定会越亏越多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